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分享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冷月的狐狼的技能爆发队 终于成功凑成了 我们随便挑一支来打一下看看吧 创建部队来我们换一下 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 主将是斯库尔啊 然后副将是我们索尔加上我们的 莱卡翁啊然后带胡狼啊 然后再把稍微镶过去啊 等到胡狼冰再多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用它啦 那么23现在要找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的话 应该要找一个能看到的地方 我们就来用用什么地方好呢 好吧还是用野怪来测试好了 宜软及时太危险了 我们来打个20等的应该是可以打啦 兵力主要是兵力太少了 凶多吉少没关系我们就来试一下吧 看这对空队等级30的能不能成功挑战一下 20等的20等的怪啊 那不得不说这一次的这个月季活动 就这个月的所有活动 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胡狼在进行的 包含我们的通行证以及一些肉类的活动之类的 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围绕着胡狼 那没有错冷月的索尔两星了 nice 是 莱卡翁是什么 胡狼生命 斯库尔呢 胡狼攻击 好啦莫名其妙呢 我们就凑成了这对 胡狼的技能爆发队了 那冷月刚好完全没有练胡狼 所以我们至少就是做一个 轻松愉快的玩法这样子 因为讲真的我们实在是落差太大了 这样现在出紫兵了 冷月一定会先以自己的蛟狼队为主 所以就变成 胡狼就被我伴放置这样子 虽然队伍成型了 但还是要训练嘛 所以我们就一样等到练起来之后再说吧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 胡狼队的练成啊 那这个月包含通行证 包含我们的 狂欢节 包含我们的周卡 包含我们的 猎狗的珍宝 基本上全部都是几乎围绕着胡狼在赚的 所以等于说这一个 月 只要你是玩胡狼的玩家 基本上都是爽爽过啊 完完全全的爽爽过啊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东西 像通行证送的这个 这个礼包 基本上啦 天秤座也是给胡狼用的 双子座也是给胡狼用的 然后斯库尔碎片又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来说 其实 这一次所有所有所有的内容 都是胡狼啊 胡狼对玩家的福音啊 这个月只能这样讲 我一直想要多讲一点东西 才能不能讲不出来啊 没关系没关系 他就是个胡狼月啊 胡狼月这样子 然后最后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冷月的尼古拉斯终于成功上七星了 但冷月越玩越觉得尼古拉斯 强度没有那么高啊 就他作为一只主C的话 我觉得输出不够 应该说他是因为是AOE的关系 所以在打单点突破的时候 很无力这样子 像是打我们的 试炼boss 打我们的野怪 单体的野怪 基本上打起来很无力啊 甚至连现在我发现打竞技场 他都有点尴尬了 因为我常常会面临一个输出不够的问题 那有人说冷月是因为你搭配的 那个富狼不对 当然不对啊 我也知道要搭配狂妄之风 我也知道要搭配奎星啊 但他们就还没出来啊 就算出来了 练度也还没上来啊 所以变成说冷月现在其实很尴尬的卡在说 我的富狼其实都不强啊 那之前有人跟我讨论说 其实可以用纽芬兰当富狼 然后搭配他的那个 冷气附身的效果 拼连级这样子 那我自己觉得 以尼古拉斯来说 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强势啊 所以我不想要配纽芬兰 我自己仔细思考之后 因为我觉得你要把冰甲练到满等之后 那个提升的30% 才能够把技能伤害那个地方 Cover掉 勉强Cover掉 这样变成说 其实你很吃这一只角色的练度 这样其实连级 连级是什么概念 目前看出来的结果啊 连级应该是指普攻额外多打一次 应该是这个效果 所以等于说其实尼古拉斯在放技能的时候 有机会多放一次技能 他其实并不需要再额外追加一次普攻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组装起来好像 尼古拉斯被扭分蓝的效果 我觉得还有待商榷 因为冷月自己其实没有玩这个队伍 但很多人都推荐冷月说这个组合其实很不错 所以只能带冷月后续 看有没有对局上有遇到 配纽芬兰的尼古拉斯 或者是说看有没有自己练起来之后 搭配看看这样子 那目前纽芬兰个人是觉得啦 搭配我们的交囊平A流 相对来说好一点 就是我们的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嘛 那个老组合啊 路西法跟我们的 哈提这样子 然后哈提组另外两支副 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这样子 会稍微的好一点 并不会 因为说 把纽芬兰放到其他队伍去更强势这样子 就目前来看啦 平A流还是以平A流的搭配 会最泛用也最无脑这样 因为你不用什么想 就把它组在一起就对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 那来之后跟大家讲一下吧 我们的那个 很讨人宴的猪王之战又来了 我只能说猪王之战 妈很烦啊 因为时间都打在凌晨的 遥想记得上一场 好像是从晚上9点来10点吧 打到凌晨4点来5点 我真的觉得那段时间有够煎熬啊 他时间给的太太鸟了 那这一次一样啊 我们要尽可能冲啊 目标是可以多拿几个啊 可以换一下传说狼自选箱啊 那这一次冷月影想好了 我们就来拿个哈提吧 一样先凑一下新狼啊 其实我想过拿尼古拉斯啊 但我觉得好像还不急 我们就先来拿个新狼吧 拿个我们的哈提 触发一下新狼礼包 我觉得也很不错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 就跟大家稍微闲聊一下 主要是冷月终于成功凑齐狐狼爆发队了 内心无比的舒爽 nice 完美 再来就差练度了 练度也是最头痛的一个点啊 好那我们的冷月通行证 一样都解完了30等 成功拿到了很多的酒 跟那个我们的索尔碎片 双双双双爽快 好那今天的废话就到此为止吧 因为我觉得讲下去没有意义了 我从当领开始 我还没开始打 可恶啊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 废话了一堆干话了一堆 没啥重点的一支废片 好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